疫情期间客运的需求减少大幅减班 导致客运驾驶流失严重 为了积极协助业者来改善人力缺口 也因应后疫情时代来临的旅运需求 花莲经理站特别和公路人员训练所 花莲就业中心 花莲荣民服务处 还有10家客运业者 共同举办联合驾驶增才活动 也透过公路总局 大客车驾驶扩大增才 稳定就业留财方案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来从事客运驾驶行业 交通部公路总局推出了 大客车驾驶扩大增才稳定就业留财方案 从缆财、御财及留财三方面 来协助业者解决缺缘的问题 花莲经理站也和公路人员训练所 花莲就业中心 花莲荣民服务处 还有10家的客运业者 联合举办驾驶增才活动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客运驾驶行业 不管你现在是有大客车驾照 还是没有大客车驾照 其实你都是我们辅导就业的一个对象 那我们更希望说 你能够长久的一直待在这个行业里头 所以我们又有一个稳定就业的 一个补助的一个奖金 那我想说针对这个部分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优渥的一个计划 那也希望说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 媒合的一个场合 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人愿意投入到 大客车驾驶这样子的一个行列 花莲县汽车客运工会也感谢政府的补助 缓解业者在疫情期间遭遇的困境 人才的流失以及业务的流失 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负担 今天对于这个我们公务总局办的这一场扩张争裁 我记得在108年也曾经办过 我受到良好的效果 其实在政府的这种为我们业者设想 以及为所有想要从事交通运输业的 这个青年才俊 要投入这个行业 做这个先期的这种训练跟补贴 其实我想这是一个机会 大客车驾驶扩大真才稳定就业流才方案 即日起到12月31号 包括有驾驶训练备用 生活今天 预财补助 留财补助等 总计每个人可以获得政府补助将近10万元 希望可以尽数缓解 现阶段业界面临的缺人问题 有医院担任客运驾驶的民众 要把握这个机会 来应征担任客运驾驶 这轮会欢事报道